近期是高雄玉核包的盛產期 但是今年受到天候影響 收成比往年少了超過一半 而且玉核包產期短 对于农民来说 必须在三个礼拜内全部销售 现在刚好疫情影响 对农民来说更是挑战 我们这段时间碰到疫情 碰到后面的端午节 所以一些这些财品的通路 造成大塞车 加上北部的疫情相当的严重 所以我们目前刚刚进入产期的玉核包 可以说在铜锣上 受到很多的困难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来 活用一些通路的栽培公司 尽量能够来协助农民 将这一季的这个玉核包 的这个产季 尽量能够来 帮忙农民来做配送 如果真的 冷藏系统 没有办法完全符合 这个运送量的时候 我在这里也要来跟我们的农民说 我们可以用一般像油脊 或是其他有常温的这个物流单位 来帮我们配送 所以在这里也拜托 我们全国所有的这些小医家 来帮忙农民 我们的玉核包的这个产季 一年才一次而已 尤其这个产季又很低 可能到6月10号 可能就进入这个尾声 在这里拜托 我们全国所有的小医家 全民来做防疫的过程当中 我们去存 我们也来把农民 定这玉核包 等我们去存 来做品尝 因为疫情影响 高雄玉核包的主要产区 大树区也做出相关应对 酸北的配送 我们是跟载配公司 已经都沟通好 所以之前酸北的配送 是以常温的配送 来作为玉核包的配送 那其他的县市的话 我们还是采取低温的配送 目前为止 大树农会这边的配送 几乎是没什么状况出现的 还是正常在配送中 欢迎大家在6月中前 享用甜美鲜嫩的高雄玉核包 以上新闻由记者郭怡珍编辑报道 三小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